望线 孤蓝照镜 第八级 然而 是不是故意的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蓝家人的抹额不可随意触碰 未无限此举已经犯了尽 自然会被拖入异视界 只是这个异视界 怎么看怎么不对劲 入眼是铺天盖地的大红色 不是鲜血的红 而是喜庆的红 锣鼓声不知从何处传来 鞭炮声也一直响个不停 这里似乎宾主静欢 欢声笑语也是不绝于耳 若是寻常 这般热闹氛围定会让魏无限觉得愉快不已 只想快点加入其中喝酒吃肉 与二三好友谈天说地 可眼下 他实在是高兴不起来 蓝战 这是怎么回事啊 两人身上都穿着一身华贵的婚服 虽是同一种制式 可却被望线二人穿出了不同的风流韵味 两人站在一起 任谁都会觉得他们是一对碧人 蓝家抹额非父母妻儿不可触碰 所以呢 你觉得呢 蓝望鸡反问道 父母妻儿 魏无限显然不是蓝望鸡的父母 也不是儿女 那就只可能是 妻子了 魏无限欲哭无泪 讨饶道 蓝战 要不我吃个亏 给你当儿子吧 蓝望鸡不想说话 这个世界显然是不想让两人一直在那里闲聊不走剧情的 没过多久 便有司仪来请 邀他们赶紧入场 魏无限还想再挣扎一下 这位大哥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我们真的不是那种关系啊 原本笑意盈盈的司仪突然变脸 冷冰冰地说道 新郎官 你是想逃婚 做个负心汉 始乱终气吗 对蓝望鸡始乱终气 这种事 魏无限想都不敢想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我真的是不小心扯下了他的抹额 再说了 就算我是故意的 难道就要让蓝战把一辈子搭我身上了吗 如果真是这样 那别人要是看上了哪个蓝家弟子 直接想办法把他抹额扯下来 然后霸王硬上公布就行了 司仪似笑非笑道 新郎官 你不会以为这抹额是谁想摘就能摘的吧 魏无限 嗯 一直没什么反应的蓝望鸡忽然开口说道 蓝是抹额非命定之人 倾心之人不可取 命定之人 倾心之人吗 虽然向来自信 可魏无限还没有脸大到觉得蓝望鸡已经对他倾心 照思仪这个说法 他与蓝战是命定之人 可 这也太荒谬了吧 蓝战 你都不反抗的吗 魏无限语气有股说不出的委屈 反抗什么 我们俩就要这样莫名其妙地成亲了呀 难道说 你 你真的喜欢我 想和我结尾道理 蓝望鸡没有回答 只是静静地看着魏无限 看了许久 低垂下眉眼 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蓝战 我没有嫌弃你的意思 我只是还没做好准备 虽然我的确有憧憬过以后出人头地娶一个貌美仙子 然后和他一起出去行走江湖行侠仗义 可那也是很多年以后的事 现在 我们年纪都还太小了呀 嗯 确实有些仓促 如果可以 蓝望鸡其实更想与心爱之人水到渠成地在一起 二位新人 该入场了 思宜的催促让望线两人不得不把注意力放回到眼前的大事上 魏无限 要是不入场 不成亲 会如何 思宜 你要是下定决心 使乱中气 我们也只好将你进猪笼 以锦笑游了 进猪笼 思宜 或者你想试试别的死法 魏无限求助地看了看蓝望鸡 可对方竟然主动拉起他的手往会场里走去 蓝战 去吧 好 魏无限突然忍不住在心里唾弃自己 明明蓝望鸡也挺冤的 莫名其妙被扯了抹额 莫名其妙被拉入异世界 莫名其妙要和他成亲 可他却一直自怨自艾 都没想想蓝望鸡究竟是怎么想的 罢了 先把流程走了吧 有什么事 等他们从这个异世界出去再说 本以为只是在异世界走个过场 可是为什么回到现实世界后才是噩梦的开始啊 魏无限知道有人酒量很浅 可他没想到蓝望鸡酒量也很浅 而且酒量浅就算了 粗看之下竟然看不出他醉了 以至于错失先机 被人直接带到了蓝启仁和蓝西辰眼前 叔父 兄长 我与魏英在异世界成亲了 蓝启仁险些一口气没上来 直接晕过去 蓝西辰常年温和待笑的脸上 也出现了一丝裂痕 魏无限 也感觉自己要裂开了 魏无限急切道 蓝先生 泽吴君 我可以解释的 我们 嗯嗯 剑魏无限居然被自家弟弟施了近颜树 蓝西辰极不雅正的眉毛一条 将近颜树解开了 魏公子你继续 蓝望鸡很委屈 也就是说 你扯下了望鸡的魔额 蓝启仁的脸色依旧不好看 勉强只是比之前快要晕过去的状态好点罢了 是 但我真的是不小心 是风把蓝湛的魔额吹我脸上了 我只是下意识地挥开而已 也没怎么用力 那魔额就到我手里了 蓝西辰羽翼不明 你们在一世界成亲又是怎么回事 我们一进去就穿着婚服 然后还有人一直催着我们俩拜堂成亲 他还说我要是不去就要把我进猪笼 所以 成亲也是权宜之计 见自家叔父被气得不轻的样子 蓝西辰只好自己出面询问 你们进行到哪一步了 我们喝了交杯酒就出来了 喝酒 怪不得呢 叔侄俩早就发现蓝望鸡状态有些不对劲 原来是喝了酒 蓝是禁酒 族人多半是喝不了酒的 想来旺鸡此刻酒还未醒吧 蓝启仁吩咐弟子去熬一碗醒酒汤过来 等蓝旺鸡清醒了再继续问剩下的事 旺鸡 清醒了吗 嗯 蓝旺鸡脑子还有些混沌 也不清楚酒醉时都发生了什么事 可看到眼前的叔父兄长神情莫名 以及身侧的胃无限欲哭无泪 他心里已经有了猜测 叔父 兄长 我与卫英 蓝启仁 够了 打住 再听一遍他真的要晕过去了 魏无限神情忧怨 蓝湛 你真的清醒了吗 嗯 那你还记得 我们从异世界出来后 你做了什么吗 嗯 果然什么都不记得了 呸 渣男 旺鸡 你是如何看待你与魏公子成亲之事的 蓝旺鸡沉默许久 沉生道 旺鸡不愿强人所难 言下之意 便是魏无限要是不同意 那场成婚就当作儿戏作罢 可他醉酒时明明那么执着 蓝湛 其实也不是不可以商量的 就是现在我们年纪都太小了 蓝启仁平复心情平复了许久 终于出来总结陈词了 既然此事还未闹大 便先放在一旁 以后再一把 左右两个孩子也确实还太小了 魏无限回了自己的弟子宿舍 蓝旺鸡则留在静室内沉思 倾听来自兄长的教诲 蓝启仁心事纷乱 不由自主地走到了蓝家祠堂 拿出了蓝家的祖谱 不知不觉 旺鸡都已经这么大了呀 十五岁 说大不大 说小也是不小了 放在寻常人家 这个年纪就成亲也不稀奇 只是他们姑苏蓝氏 只中命定之人 若没遇见 终身不娶 也是可以的 手指拂过那泛黄的书页 先辈的名字 依依在手指间划过 蓝鞍 蓝义 蓝李 蓝青横 蓝启仁 蓝西辰 蓝忘鸡 蓝启仁惊恐的发现 自家二侄子的名字旁边 竟不知何时多了一个 未无限的名字 那里可是道吕的名字所在的位置 发现族谱上自家二侄子的名字旁边 多了一个未无限后 蓝启仁的第一反应就是震惊 难道是有人恶作剧吗 不可能 按照旺基所说 他与魏英近义世界成亲 才过去没多久 此时又没传开 谁能为不先知搞这种恶作剧 再说了 顾苏蓝氏的族谱 可不是谁都有权力动的 看来有必要去找找那个人了 蓝启仁轻车熟路地 来到一处闭关之地 那里面求着他的亲哥哥 清横君 是的 求 不是被他人所求 而是自求 化地为牢 无论从前发生过什么事 眼下云深不知处 遭了这么大变故 蓝旺基又莫名其妙多了个道理 清横君作为宗主 亦或是作为父亲 都不该再无动于衷了 另一边 心事重重的魏无羡 终于还是忍不住 去找了聂怀桑说这事 若是从前 这种事 他都是跟江城说的 可现今 啊 跟江城说的话 对方肯定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说不定还会因此犯尽 被拖进异世界 为了魏无羡能耳根清静 也为了江城的生命安全着想 这种事 还是不要让他知道了 然而聂怀桑 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 这要怎么做心理准备啊 那我就不知道了 不过 我也只是那么一说 事情到底如何 还未可知呢 魏无羡无比诚心地 祈祷聂怀桑说的不是真的 只可惜 灭怀桑一语成衬 韩室内 晚辈魏英见过蓝宗主 蓝先生 魏无羡表面恭恭敬敬的行礼 心中却忍不住咆哮 上次还只是见蓝启仁和蓝西辰 这次连青衡君都出来了 有那么严重吗 青衡君 魏公子不必多礼 也无需如此拘谨 都是一家人 一家人 魏无羡脸上的诧异 根本掩饰不住 他疑惑地 看向一旁的蓝启仁和蓝西辰 还有离他最近的蓝旺姬 发现他们仨的表情 也令人难以捉摸 蓝宗主 您这话 是什么意思啊 你既然已经与旺姬成亲 为何总是叫我蓝宗主 不应该改口叫父亲了吗 满头黑线的魏无羡 只好把之前那些话 又跟青衡君说了一遍 可没想到 对方竟然告诉他 可你已经上了 我蓝氏族谱 就在旺姬名字旁的道理位置 蓝湛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好不容易熬到青衡君他们离开 魏无羡恨不得立马跟蓝旺姬 把这件事理清除 我们因家归而成亲了 那场婚礼想必是受规则约束的 叔父今日去蓝氏祠堂看祖谱时 发现你的名字就在我的名字旁边 蓝旺姬的语气很冷静 仿佛只是在陈述事实而已 可他的心情其实并不平静 只是再不平静 看起来也比六神无主的魏无羡好多了 灭怀桑真是个乌鸦嘴 魏无羡恨恨地骂了一句 下一秒背后便出现一个黑洞 把他往里拖 蓝旺姬无奈地在心中叹了口气 便跟了上去 蓝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